用手指头轻轻按压精心果后 再切开果实 因为剖面有新鲜形状的果囊 加上果皮会产生白色卤汁 所以又称为牛奶果 要让它更好吃的秘诀 农友说就是食用前要先按压 风味会更佳 皮它会产生它的卤汁 也就是牛奶性质的白色的卤汁 那经过我们的按压 跟它里面的果肉融合之后 所产生的风味会更好 前面看过的时候 我以为是山竹会 里面会酸酸的这样子 可是现在吃过以后 真的觉得真的很甜很好吃 一身帅气军装 十年前在军中退休的孔祥林 先是选择学习农业师傅的培训班 因为做中学学习农业技能后 越做越有兴趣 现在在农田里忙东忙西的 不再是忙带兵 而是专心打理它的农作物 二度就业之外 那我利用时间就是退休的时间 来照顾我的农作物 产生一个额外的附加的收入 是这个误打误装之后 做了这个东西越做越有兴趣 精心果产季从每年二月到七八月 吃起来清甜无酸味 孔祥林说 刚初会选择种精心果 是因为好管理 加上十年前是属于新鲜的水果 单价也比较高 有三种品种 一个是绿皮的 一个是粉红色的 那一个就是所谓的860 紫砂紫霸的 扁16跟860 其实它们都是紫色的 但是它们的重量是不一样的 那绿皮来讲的话 它的熟成 绿的话 它就是熟成的时候 也就是颜色稍微浅一点 当然也是绿色的 从一个农业门外汉 到实际务农 打造退休后的第二春 孔祥林说 最开心的是 农田劳动让自己身体更健康 加上分享收成成果 成就感和喜悦 让退休生活更丰硕满足 西唐人也来的电视 李娟荣 唐班屏东采访报导